如今,拉链门事件女主角莫妮卡·莱温斯基,已经45岁,但这桩丑闻的热度从未降低,甚至直到事件里的另一名女主角,事发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参加美国大选时,方间对拉链门事件的议论仍未平息,图为莱温斯基和时任总统的克林顿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莫妮卡·莱温斯基于1973年7月出生在美国加州,自幼,家境富裕。 她的父亲伯纳德·莱温斯基是一名医生,母亲原名马西亚·维伦斯基,是一名作家,两人于1969年结婚,并育有两个孩子,莫妮卡是长女。 图为拉链门事件遭媒体曝光后,莱温斯基出行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1987年,伯纳德和马西亚分居,两人于次年离婚,这件事对莫妮卡一度造成了极大的打击。 她先后就读于多家学校,辗转完成了中学学业,其后曾就读于社区学院,同时还在一家领带店工作。 1993年,她入读了俄勒冈州的一所学院,1995年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,图为莫妮卡在公开场合,被媒体抓拍到,和时任总统的克林顿同况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在佳人的帮助下,1995年7月,莫妮卡获得了在白宫的夏季无薪实习机会,同年12月,她获得了白宫法律事务办公室的有薪职位。 1996年,当时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,为了预算问题,而和白宫陷入了抗争,冻结了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开支,导致大批政府雇员不能上班,多处办公机构空无一人。 同时,克林顿政府正处于大选获胜后的放松状态。 图为克林顿和希拉里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克林顿邂逅了当时还是白宫实习生的莫妮卡,两人很快就发展出了亲密关系,虽然外界对此一无所知,但这一切在克林顿周围的执行人员之间,都是公开的秘密。 后来,他的上司担心他和克林顿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,就将他从白宫调职到国防部,他和克林顿之间的亲密关系。 据说持续了半年左右,图为当时的莱恩斯基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 在国防部,莫妮卡和同事林达催谱成为好友,莫妮卡主动向他倾诉过不少他和克林顿之间偷情的私密细节。 林达偷偷录下了这些电话录音,并劝莫妮卡不要清理,干洗沾有克林顿体液的蓝色洋装。 即使美国当局特别检察官介入了对克林顿桃色绯闻的调查后,莫妮卡不仅成交了书面证词,宣称自己没有和克林顿往来,还要求林达替他言谎。 图片署名,东方IC,林达将自己透露的录音带,交给了特别检察官,拒绝为莫妮卡作伪证。 很快,随着调查的深入,拉链门事件被曝光,克林顿发表讲话,向全美民众道歉,承认自己和莫妮卡有不正当交往,其后还遭到了弹劾。 莫妮卡则声名狼藉,虽然一度成为流行文化名人,但生活处处充满了压力,尤其是媒体对他的强烈关注,令他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都困难重重。 图为莫妮卡与他的父亲,图片署名,东方IC,2005年,莫妮卡搬到伦敦去生活,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,但除了公众视线,但生活和就业还是四处碰壁。 2014年,他主动为名利场杂志撰文,先后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,公开宣称自己反对网络霸凌,并发表了多场公开演讲,图片署名,东方IC。